大家好,我是幻米洋,欢迎回到十字星试炼 上一期视频我们轻松解决了2号Boss加拉克苏斯大王 本期我们要来面对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挑战阵营对抗 这场Boss战是一个模拟PUP的PUE战斗 在25人模式里,玩家团队需要面对从14名英雄词里随机挑选的10名对立阵营NPC 其中必有3名治疗战斤 而在12模式中,玩家要面对的是6名对立阵NPC 其中必有2名是治疗战斤 至于挑选值,跟25人是一样的 每一名对立阵营的NPC都有其独特的名字、职业、专精以及技能 玩家从基本的鼠标提示里只能看到NPC的名字和职业 只不过可以很轻松的借助插件来获取其专精 其实看其装备或者外形就能很轻松的分辨了 比如这棵树,那肯定是恢复得美跑的,对吧 而牧师,暗影形态的就是暗幕,没有暗影形态的 自然就是戒略牧师了 14名英雄里只有德鲁伊、骑士、牧师、萨满各自拥有两个专精 其他的都是单专精 每个英雄会使用的都是一些对应其职业特性的 跟玩家会的技能同名同机制的版本 只不过数值上会有所放大 这是必然的嘛 毕竟玩家团队这边有25人之多 而NPC只有10个人 也正是因为这场战斗的特殊性 我不会挨个介绍什么NPC拥有什么技能 否则那就太啰嗦了 大家到时候可以自己去副本手说来看 注意啊,联盟和部落名字这块也是可以点击来切换的 大家到时候自行切换阵营就好 其实这些技能大家只看名字就可以了 反正机制都是玩家熟悉的 而伤害值嘛,不关键 很明显在战场里打混战的时候 你并不会在意打到你身上的每一发技能 都造成了多少伤害对吧 反正不会出现某个NPC的单次技能 就给你秒杀了这种情况 你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 选择合适的姿态动作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防御 什么时候进攻 什么时候激活 什么时候控制 了解这些这场战斗就拿下了 这么看来这场战斗还真有点POP的意思呢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NPC们共有的一些额外特性 第一个冠军的庇护 这是每个NPC自动带有的BUFF 使其受到的AOE伤害降低75% 很明显这是暴雪为NPC开的后门 否则这场战斗只需要三到四个兵法 就能完全将NPC团队A到生活不能治理 而这个BUFF的存在就决定了 玩家必须采用点杀的方式 足够消灭NPC 才能慢慢的打倒他们 拉一切的效率极其低下 基本没有实施的可能 第二个特性恨仇我起的名字 意思就是不是普通的仇恨的意思 怎么样酷吧 这场战斗的敌人呢 也就是NPC们遵循的并不是魔术世界 盘古开天逼利以来 所有怪物都天生带有的那套仇恨系统 玩家不能通过坦克拉住 治疗加住 DPS猛打来解决问题了 相反他们会模拟竞技场里的那套思路 比如先杀治疗 或者先杀脆皮 再者先激活杀掉残血的 所以玩家的战法也需要完全转换思路 但毕竟还是NPC 他们虽然换了仇恨系统 但还是能找到规律的 而这就是我们具体战术安排的核心思路了 等我们介绍完相关特性之后再说 此外 本场战斗的NPC会拥有跟玩家PVP时 一样的递减系统 所以拉一个NPC出来 然后养它个一分钟 这种事是不会出现的 大家在做控制链时 必须考虑到PVP里的控制时间 以及短期递减 三次免疫等等情况 最后 普通模式里 NPC会受到嘲讽技能的影响 也就是玩家嘲讽它 会让它短暂的战时强制攻击力 只不过这一招在英雄模式里不成效 那英雄模式等于少了一个小控制技能 另外情况是 NPC的宠物在英雄模式里依然可以嘲讽 并且英雄模式里的所有NPC 都会有一个PVP视频的额外技能 跟玩家会的一样 每两分钟可以驱散一次 所有的控制效果 这两个差距就是本场战斗 英雄模式和普通模式的 唯二机制区别 当然最大的区别 还是英雄模式里的各种素质提升 只不过这个不用过多介绍 以上就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共有特性 下面来按照类型浏览一下 这些NPC英雄们的独有特性 还是那句话 我不会详细介绍NPC具体都会哪些技能 只告诉你他们在战斗中的 大体表现以及应对方法 而基本原则就是 你不杀他就得控制他 首先是治疗类型的 奶奇 奶木 奶萨 奶德 其中奶奇和奶木 只要安排一个打断职业来贴身针对即可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独条加血 那最好的就是盗贼 拥有众多打断和基因的控制手段 并且可以用麻痹毒药来延长其司法时间 如果没有足够的盗贼 就让有打断的近战DPS具体 最好就让素质交点他上语言诅咒 而奶德 其顺发技能的治疗量非常恐怖 但暴血开了后门的给他设定成了元素生物 所以安排一个素质 对他放逐加恐惧即可很好的针对 记得三孔三放加死缠的口诀 最后一个奶萨 一般都是最优先击杀的目标 先杀萨满是PUP中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不变真理 因为萨满不仅会加血 还会开四血 最后还会擦各种棍子 需要浪费人手去清理 那么就先干掉萨满准没错 接下来是近战类型的冰DK 惩戒奇 武器战 敏锐贼 增强煞 这其中三版职业表现出来的都是明显的近战输出贼猛 但是很容易被减速定身控制 所以就让法师一对一的定防 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师 就鸟得的缠绕加吹风 或者元素煞的冰窗阵击 再或者DK坦克不停的冰链加辣拽 配合猎人放在地上的冰窗陷阱 不停的疯着他们即可 NPC的三版职业里 DK的拽人 惩戒奇的制裁加翅膀以及战士的大风车 都是他们典型的高压技能 在遇到这些时 要及时的开启免伤技能或者躲避 只要不被他们的这些关键连招秒掉 再配合合理的控制风针脚械什么的 基本上就威胁了 而敏锐贼是所有DPS里瞬间爆发最猛的 其暗影步道一个残血玩家背后 出血加平坎加毒药加刀扇 足够秒杀绝大部分的玩家 所以对盗贼的控制是重中之重 一般安排其天敌防战去控制 通过断金来减速 震弹猛击加震弹波的酸晕来拆火 他暗影步你就冲锋或者拦截 然后缴械啥都没有的话就圆户 总之只要你们有战士 那就切一个防杖来针对盗贼 能有效防止玩家团队的减元 最后增强煞 嘿嘿增强煞也的煞满 先急火秒掉他再说 一般有增强都是优先技杀的 不然玩家被增强煞贴身输出 是非常容易瞬间毙命的 更别说增强煞也是各种棍子插满地 太烦人了 给老子先做掉上马 再来是远程类型的 鸟德 猎人 法师 暗幕 术士 这其中鸟德 法师 暗幕 基本一个模板 就是在远处放法术打人 偶尔有些控制技能 但总体威胁都不大 这三个如果出现 随便安排任意一个控弦dps 去稍微针对一下就好了 不关键 至于针对方式就是给他设焦点 然后你有任意的打断 减速控制技能冷却了 就往他身上扔下就好了 猎人 这家伙是唯一的远程物理职业 并且瞄准设计的存在 让他往往成为NPC的转火机杀点 所以需要安排一名近战dps去跟他玩 贴着他 不让他顺利输出即可 最后 术士是一个类似脚屎棍的存在 其最大的威胁 只能跑到人群中释放地狱猎验 因为NPC数字放大的关系 这个地狱猎验能造成很高的伤害 玩家们需要像躲避战士大风车一样 躲避术士的地狱猎验 一般情况下别打断 躲开就让他在那放 反正打断了 他也会到处扔各种DOT 这样还会浪费玩家的驱散GCD 所以只要躲好地狱猎验 术士也就算是应对完成了 对 忘记了猎人和术士的宠物了 NPC的猎人和术士 只要出现是一定会带有宠物的 只不过这宠物 猎人的是野兽 术士的是恶魔 并且在英雄模式下 他们也是吃嘲讽的 所以一般推荐房奇去照顾这两个 对猎人的宠物不停的嘲讽 对数据的宠物不停的使用超度邪恶 然后在此期间 是情况的给出制裁保护自由来帮助队友 在其他的时候 就盯好团队框架一直驱散就好了 反正房奇的难用不完 而NPC大概率也不会打你的 好 以上就是全部NPC的应对策略 总结就是 每个NPC都要安排最少一个玩家 去专门针对 尤其是治疗和威胁较大的近战NPC 而计划顺序长 则可以按照萨满 猎人 治疗 远程近战的顺序来执行 了解了玩家这边的应对理论后 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NPC的仇恨原理 这样 如果你们灭团了 或者被击杀 你至少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死 对于这场战斗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失败中总结经验 注意 对于三号boss战的仇恨系统及其原理 都是以前玩家的经验总结 并不敢保证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这场战斗本身就是混沌的 所以如果有货不对版的情况 希望大家理解 恐怕只有血代码的暴血开发者 才知道最正确的底层原理了 对于近战物理职业的NPC来说 他们的仇恨是根据距离加护甲 加绝对生命值缺口来计算的 你距离近我就砍你 你护甲低我也优先砍你 而你血少我更要优先砍你 怎么样 是不是很像PVP中的玩家 除了治疗必须死 这个从主观策略层面考虑的东西 基本上跟近战玩家 在战场里找人砍的思路是吻合的吧 而这其中的绝对生命值缺口 指的是你最大生命值 到当前生命值之间的差值 这也是以前杀包打法的存在基础 另外 猎人作为唯一的远程物理职业 遵循的也是近战的这套 距离加护甲加血缆缺口的套路 只不过因为猎人的射程优势 所以距离对他的影响更小 那么猎人就更加可能达成 对一个低甲并且冰死玩家的 捕刀斩杀的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在击杀顺序里 猎人排的那么靠前的原因所在 对于远程法系职业的NPC来说 他们的仇恨是根据距离加抗性 加绝对生命值缺口来计算的 基本规则跟近战差不多了 只不过法系不计算护甲 转而计算抗性 而玩家们的抗性在打团的时候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状态 所以也导致远程在这部分系数的 计较上比较平均 而这也是远程NPC 威胁不比近战的原因之一 他们会到处打人 各处开花 给玩家制造各种血量缺口 而一旦某个玩家被耗了 太多生命值下去 其他的近战NPC 就会因为绝对血量缺口的缘故 来形成集火 从而对玩家团队造成解缘 最后对于治疗NPC来说 他们就是看NPC们的生命值缺口 以及当前生命值来加血的 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两个宠物 因为其本身种血量较少 所以非常引起治疗NPC的司法注意 但这个在现在环境下 相对没那么关键 就不说了 好到这里 总算是把三号Boss的相关原理 梳理清楚了 这些东西比其他Boss多了太多了 而本攻略的理论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因为三号Boss的特殊性 很难像其他Boss战略 形成标准而稳定的流程 从我们PTR的经验来说 以前的很多另类战术 比如坦克沙包战术 恶魔术沙包战术 冰法风离风筝战术等等这些 似乎都没有专门去实施的必要 比如我们本来安排的 很好的对面开怪 大团其他人不动 然后DK接力 拉上满出来集火 结果开怪失败 NPC们全冲大团了 然后就这样打着打着 对面就没了 也就是说 只要你们做好人手盯防的安排 并且在战斗中都合理发挥 这场战斗就是混战一片 然后NPC们就一个个倒下了 就算玩家团队也会捡员 但虽然玩家多呢 这不是我瞎说 我们第一轮测试 打了三个CD 基本都是这个流程 所以我接下来将整个流程里 需要注意的细节点写出来 大家到时候根据钱文的原理 以及下面的细节 就能叫好的对付三号Boss了 战前安排部分 团队指挥需要安排好 每一个NPC的针对人员 正如钱文说的那样 每个NPC都需要至少一个玩家去针对 其中治疗职业和关键进战 需要全程盯防 而其他不关键的法系 负责盯防的玩家 只需要将有限的打断 和控制技能扔上去即可 其他时间参与团队的激活输出 另外 所有玩家在双天赋系统里 如果另外一个是生存率更高 甚至直接就是PVP天赋的 也要切过绝 这场战斗不像其他的Boss战 生存是第一位的 至于击杀 只要做好控制和驱散 NPC那边捡员是迟早的事 比如法师开兵甲 术士开魔甲 牧师保持好心灵火 如果你们团队里 有能切兵法的法师 那就非常牛逼了 兵法在这场战斗 是当之无愧的MVP职业 然后 所有玩家都最好准备在开战前 偷一瓶不灭药水的打算 根据我们前文的理论 护甲在本场战斗里作用很大 而既便宜又能持续两分钟的不灭药水 能有效的提升全团的生存能力 这玩意儿除了坦克 其他玩家准备一组能吃好酒 实乃居家旅行 杀人越货 只必备良品 开怪时 如果你们有兵法 就在坦克开怪的瞬间 让兵法用水源树 放一个远程的冰环 这样被冰到的NPC 就会瞬间释放他们的PVP视频 从而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 处于冷却状态 要不怎么说NPC笨呢 如果没有兵法 就用其他的群控技能 但要小心别被秒 比如法师肉身去兵 就要随时做好冰箱的准备 这个手段 能让接下来的控制更加顺手 实在没有也不强求 奔层战斗 没有什么策略 是绝对的 之后就按照视线的安排 各自为战了 分配了目标的 做好各自的打断和盯防工作 猎人们的冰窗陷阱 冷却了就立即扔出来 有兵法的话 就一直对着大团下包覆雪 来限制NPC的移动 被近战NPC追的玩家 要立即采取手势 开好免伤 紧急时刻 直接吃治疗室和大红 而DPS里的暗幕和萨满玩家 要优先驱散救火目标 为第一优先级 特别是当对面上板开启四血后 牧师要立马多用几个群区 来清散掉NPC身上的四血 最后就是对激火目标的输出了 保持致死 然后开打 就四血猛毒 争取最短时间击杀第一个目标 只要打死第一个 后面就会越来越顺利了 最后还有一些没提到的小细节 可以用得上的 工程学的玩家 可以在腰带上安装炸弹附魔 然后可以扔免费的 估致破片炸弹 这个东西能造成打断效果 很多时候都很好用 不要忘记种族技能 尤其部落这边的血精灵的沉默 和牛头人的践踏 在群匹中则都是神技 法师为了更好的控制目标 可以装一个变阳雕纹 而其他的输出职业 也尽量以打单体为主 避免破开队友的控制 当然如果你们的阵容 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在以打单体为优先的前提下 能顺带者A的就A一下 虽然AOE技能 只能造成1分之1的伤害 但这也是输出不是吗 没有被分配具体任务的玩家 将你技能书里各种控制和限制技能都拖出来 没事就用一下 别只会闷头打输出 那样是效率最低的方式了 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补充 这个Boss到正式服上线后 肯定还会延伸发展出很多其他的战术 但不管怎么变 原理部分都是差不多的 到时如果有更好的 我就再来给大伙分享了 好了 这个特殊的Boss就拆解到这里了 副本手册可以在视频简介里找到 如果找不到就给我发站内私信获取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 我是花明 稍后继续回来面对4号Boss 瓦格里双子